一人沉见周辈,女星郭圆圆指控性骚扰,以送衣服鞋子为由,将她带到家中,没想到,拿完东西准备离开时,不仅被沉见周压上来环抱,后来,又被载回住处,试图侵犯,还好,并未被得逞,而她控诉内容提及,被到另一张床上的说法,却遭范伟奇驳斥,来过我就家的人都知道,我家只有一张床,不过,有网友翻出昔日,康熙来了片段,只见王洪温,表示只要范伟奇不在, 就会接到沉见周,邀约到家里打电动的电话,我家有一个房间,她,王洪恩可以睡在那,惊喜说法互相对比,无非是在打脸自己